超级细菌是对多种抗生素具有抗药性的细菌 事实上这些细菌经过精英突变 能够抵抗原本能有效治疗的药物 由于抗生素的滥用和物用 细菌的抗药性不断的增强 成为现代医疗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而长期过度使用抗生素 尤其是在治疗细菌感染 动物饲料添加抗生素 以及病友为按规定服药 也导致细菌产生抗药性 举例来说 超级细菌经常在医院和长期照护环境中传播 关键在于有大量使用抗生素的环境 会使抗药性细菌快速繁殖 其实细菌本身它在演化的过程中 就可能自己突变去产生对抗生素的对抗它 这就是我们一个物竞添责的过程 如果说你又使用了抗生素 当然细菌就更演化 有更高的机会会对你这个抗生素没效 所以对这个抗生素没效 就是抗药性细菌 也就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超级细菌 其实一般说来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心内膜源 很常见的原因 其实就是感染 那这个感染在我们再来看的话 有一部分是这个金黄葡萄球菌 这个有可能会发生 那发生的原因不一啦 通常有的时候会从伤口进去 那有的时候会从其他的这个地方进去 由于抗药性细菌的传播会让有效治疗的抗生素减少 导致病人住院天数及医疗费用增加 甚至威胁病人的生命健康 并造成巨额社会经济损失 你平常假设你身体带有的这个细菌 都是那些抗药性的超级细菌 那你看你发生的这个感染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什么合适的这个抗生素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的时候 不要去使用抗生素 不要用抗生素在你身上培养这个细菌 用这个抗生素把你身上的细菌训练的又强又壮 那一般人如果在有细菌感染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有一些细菌事实上是容易 容易会这个沾黏在我们心脏的瓣膜上 那有些细菌事实上是属于抗药性的 那在这些病人上如果要治疗上 就会非常非常困难 根据估计全球每年约500万人死亡 与抗生素抗药性感染相关 威胁若持续恶化 估计全球至2035年 平均寿命将因此缩短1.8年 而到了2050年 经济损失可达GDP的2%到3.5% 若以2%计算 台湾损失将超过新台币3000亿 那其实国家推动这个一个国家级的抗生素管理计划 完全是接轨 今年9月26在联合国有一个高阶抗药性的会议 在那个会议中 就是各国的这个领袖代表 也都还有许多团体也共同发表一个声明 就是我们要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动物有一些猪吃啊 他使用一些抗生素 有一些益生菌是有一些帮助的 可以让他就是不用在一开始使用抗生素 减少一些抗生素的滥用 像欧盟现在已经禁止住这些使用抗生素了 我们家务病房的病人的特性 大概就是严重度比较高 可能多重器官衰竭免疫地下的族群 所以在家务病房的病人就很容易 会受到环境里面CRAB的感染 那在CRAB的这个感控策略上面 我想最重要的第一个还是手部卫生 医疗人员要确实做好洗手的这个原则 避免将环境中的菌 这些抗抗性的细菌带到病人的身上 细菌不管是来自动物植物等等 他们都是有可能就是污染到环境 那在环境中他就有可能再 跑到我们的人体造成致病 超级细菌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 未来的抗生素开发进展 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专家提醒减少抗生素的滥用 强化医疗卫生措施 推动公共健康教育 绝对是减缓超级细菌扩散 有效策略 TVBS新闻 焦翰文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节纪扩散 城均 sigh 除灯